We are sun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們現在在聖殿山上 這是我們導覽的第一天 現在大家看到的小華 拍到這個樣子的全景呢 是聖殿山 最好的景觀 我們在高點處看到整個 聖殿山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是在橄欖山上 拍聖殿山的狀況 在橄欖山上我們有最好的 這列最好的橄欖樹 那麼在聖經世代呢 唯有在橄欖山上的橄欖樹 是用來恩高王 還有在聖殿裡面所使用的 大家看到前面這個 原色的經地呢 就是回教的經地 在我左前方 就是聖天 聖天寺 就是蘇聯的 他們建立的一個教堂 來建立耶穌基督聖天 那不是他這個聖天的地方 那麼通常呢 加利利來聖殿 朝聖的人呢 他們是從東方來的 從耶利哥 所以當他們來到耶路撒冷的時候 他們就在橄欖山上 紮營 住在橄欖山上 那麼他們在這邊會看到 非常美麗的一個景象 因為當時他們來的時候呢 聖殿是完全是用白色的大理石所建成的 從這邊走到聖殿並不遠 到右邊是東牆 那麼往前的呢 就是南牆 我們那一天在聖殿前面 東門前面 祷告的階梯 我們曾經就在那些階梯上走過 就是猶太人的祖先以及耶穌 他們要去拜訪聖殿的時候 他們就是必須要走過那些的階梯 假如我們過了馬路 然後你會看到一些建築物 然後還有一些的石頭啊 沒有整理好的一些鑽原殘地 這就是原來的大衛城 靠近那個激烈溪 也是靠近那個西羅亞 對西羅亞其實就是 耶穌依治蝦子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坡的頂端 我們在橄欖山上看到很多的墳墓 下面的那個谷呢叫吉倫西谷 有些的先知叫他約沙法谷 也就是審判之谷 那麼幾千年來呢 猶太人都喜歡被埋在這裡 相信審判的那一日 他們會是先從死裡復活的 他們要坐最好的位子 可是到那個耶穌世代的時候呢 都已經埋滿了 所以接著呢 人們就一直擠到這個 橄欖山的山坡上來了 他們變心急 變沙法谷呢 就是看得越清楚了 盡量接近 有我們所看到的石頭 他們只是是墓碑 如果你是一個非常聖節的人 你是非常有名的人 你是一個拉比的話 那麼跟隨你的人 他們會出錢把你埋在這裡 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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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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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